哈囉大家好我是創業爆走王喬瑟夫 我們的粉專開戰囉 如果你對創業議題有問題 或是想要留言跟我聊天的話 歡迎你到粉專上留言 我會盡量親自來回答你的問題 好一開始創業的時候很多人都會 在想誰要來投資你 那有在看投資相關的這個題目的朋友可能都聽過3F這個名詞 所以3F就是Friend Foolish 還有Family 傻瓜朋友或是家人 這個 這個名詞其實這樣講 我有一點細虐或是玩耳或負面的感覺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這其實跟人性有關的而且他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一開始 Nobody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你沒創業成功過 那我為什麼你要跟我講一個計劃我不知道是不是過於天真 是不是 可行我就要 相信你講的話然後 把資源把資金都投資給你 所以 我的想法我的我的立場你要替我想一想啊 所以 為什麼一開始 要找什麼樣的人投資這件事情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聊一聊這件事情 其實我所有的人脈是在2016之前 跟2016之後我是完全不同的圈子你知道嗎 就是我在2016之前 那個時候我主要是在貿易圈我根本沒有高科技的概念 我也不是高科技這個行業的人 那但是 我在2016回到台灣以後我是有在思考怎麼樣在培養 我在 科技圈的理解 怎麼樣讓人家對我認識 那 我以前有一個前輩 我的阿姨啦然後他 他很厲害他在當時在台中短時間之內 在很絕境的情況之下進入到非常非常核心的 商界 他跟我講說很多事情其實你是把整件事情想清楚一步一步可以做到的 然後他跟我講了很多他的 經驗後來我 參照很多我過去聽過的故事我覺得 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曾經有人有這樣講過啦他說如果你的朋友很有影響力 或是你是不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你就問自己一個問題 你能不能在半夜三點的時候 找到至少10個願意 建議100萬的朋友 這就是夠難的 半夜三點 打過去 老王老王先別管 做什麼 拜託 100萬準備出來 對不對 然後 早上我就要 你先準備好 正常人聽到這個都會覺得是詐騙集團啊對不對 對不對 說什麼你的小孩在我手上什麼都那一類 但是其實不是 人家的這個問題真的是在問你有沒有那一種 至少10個有這種能量的朋友 那就跟圈子有關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圈子是生下來就是這個圈子嗎 當然我承認很多所謂的富二代含著金湯匙出生他是這個圈子 但是真的每個人都是這樣嗎不是啊 很多人是自己知道怎麼規劃自己培養出來的 剛剛初期 你要 找人投資的時候你要找的一定是那一種 他可能自己混得也不錯有閒錢你怎麼能叫人家 把錢投資給你就他自己河西北風了你創業又沒成功還 拖累一個家庭下水那是太沒 太沒道德了嗎 一定是人家自己本來就混得不錯有點閒錢也相信你不是相信你的品德而已喔 還相信你的能力對不對那這種 你今天這個樣子就是你過去活的 結果嗎那你才會有這樣子的朋友啊 如果你有10個這樣子的朋友每個人都身上 都有閒錢哇那你的圈子一定不得了對不對我閒錢以外我每個我都還可以 拿個幾百萬給你還相信你代表自己混得也還不錯 那你當然一開始 募資就不會不順利嘛 然後呢 物以類聚有影響力的人身邊也都是有影響力的人 誰幫你去做站車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這個在以前我們叫業務的這個 技巧裡面我們叫做影響力中心 你要找到誰成為你的保健人很重要 如果今天有一個很偉大的人比如說今天 張忠謀好了說 某某某的技術 牛叉對不對 大家都要投他 是不是那我跟你講接下來就是一大堆 投資人在跟你談的時候 即使他聽不懂 你在講什麼 他會覺得是他的問題 然後他就投你了 對吧 跟你他覺得因為你的保健人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身邊的人 如果像這些 很有影響力的人 講到你都罵 那個你就是個騙子 那你 那就混 你就玩完了 所以愛惜羽毛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所以講到這裡我跟大家講一個講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國王 然後他有 三個兒子 然後他正在決定要把王位傳給 三個王子的哪一位 然後他想了一個試煉 他就讓這三個 王子 晚上的時候去一個最危險的森林裡面充滿了毒蛇猛獸 好那然後呢看看誰最後能夠安全的最後一個撐到最後然後出來 那 他就把這個王位傳給他 這故事的設定蠻好懂的 大王子進去 哇因為他知道這個森林裡面有毒蛇猛獸啊所以一路就撿柴火你知道嗎 想說晚上 要生火生火毒蛇猛獸就不敢靠近了 對嗎 可是這個傻子呢 他根本就忘記了 這個森林裡面大部分的柴火 是濕的 有朝氣有露水嘛 然後到了晚上根本那個火就生不起來 所以他是第一個 遇到毒蛇猛的時候第一個逃出來的 大王子 梅西 二王子就當然聰明了 他就是 撿了很多乾的柴火 然後到了這個 晚上到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把這乾的柴火燒起來 可是因為乾柴火 燒得很快啊 到了後半夜的時候 所有的乾柴火全部都燒完了燒得太快了 結果呢他就 天還沒亮就被毒蛇猛獸趕出來了 三王子就很聰明 他會分類他的柴火 一半減乾柴火 一半減濕柴火 所以他在晚上的時候是先從乾柴火開始燒 然後把那個濕的柴火 放在乾柴火的旁邊 當這個 乾的柴火慢慢燒完的時候原來濕的柴火也被烘乾了 所以他開始再去燒這個 本來濕的現在後來變乾的柴火 一路上他就把這個 營火存在的時間延長到最久 那當然啊 這個故事的結局就是 這個國王呢就把他的王位傳給這個第三個王子 這就是一個烤柴的故事烤柴的觀念 我剛剛講那個 乾柴失柴的這個例子其實 對於一個創業小白來說他其實應該去思考是怎麼樣擴大他的影響力 擴大他的這種 說服力信任感 你怎麼樣才能做到有一天你當你今天你跳出來說我要重新創業 很多人會來投資你 那是你要考慮的不是一天會做到的嗎 一開始我們剛講那個 乾柴就是他對你 的關係是特別的 他對你的信任感是特別的 他願意投資你願意贊助你就是挺你啦 簡單講就這樣 不管成敗甚至不管成敗啊他無怨無悔 那當然這一種人你要給他最好的報酬 就是 這種人就是天使投資人 對嗎天使中的天使 種子中的種子 如果最後有一天你公司成功了他會跟著你就是 依人得到鸡犬升天那一種 一定是留給這一種 對嗎 或是這個飛黃騰達 那 第二種人 第二層就是我剛講說那個本來是這個半乾不濕的那種財 他可能也很有投資能量本來也很是很是這個影響力中心但是 他會被誰影響 他會被你的表現你的經歷還有第1波 投資你的人 來影響 所以像很多投資圈會這樣看嘛就是說 他會看 你的公司在幾輪的募資過程當中 原來投資的人是不是都一路有在加碼 代表他們很開心嘛投得很開心 越投越開心對不對 你募了三輪我就投你三輪 那代表 縱使你現在還沒有IPO 你還在這個奮鬥的過程當中還在半山腰但是你的performance是讓人家興奮的 充滿 充滿願望感的 對不對那這樣子的話 後面的人 你看如果有一個人在你創業過程當中你總共有三輪的募資 三輪全投 然後他去跟人家講說我跟你講這個公司真的可以投 我已經跟三輪了我自己就跟三輪了 那個是 那樣子的話就變成 那個乾材把原來的食材也烤乾了 那最後這件事情 是建築在一個什麼基礎之上建築在你自己蒸汽的基礎之上 你蒸汽 人家投資你然後你讓人家得到回報他就是一個好的循環 然後最後 可能連機構啊 連什麼東西做後期投資的都看到你的你的req很棒啊 所以很多那種VC 尤其在台灣很多的VC是他 不做早期投資 他就做中期因為他不知道誰可靠嘛 對不對 所以 不知道誰可靠的情況之下要不就亂投 要不然就看前面誰投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已經做到了這個 A輪 那A輪可能你 接下來做每一輪都是幾百萬美金的資金需求的時候 那人家那個時候的很多的VC 來投你的時候 他就會看原來你原來的投資人都已經跟了兩輪跟了三輪 其實挺可靠的 其實就是這樣子 都是人性的問題啦就是 就是 你 當你能夠設身處地的 為 對方去想並且你中間是 善良的 聰明的然後負責任的不要欺騙的 比較 就是 正確的去做這些事情的話慢慢的就會有人來支持你 所以從2016 那個時候回到台灣可以說是舉目 無親啊因為圈子完全不一樣因為我想要把 技術的東西做深嘛 所以到了技術圈裡面一個一個去拜訪教授也好去拜訪投資人也好去了解台灣的 很多這種遊戲規則 然後 加上過去我對於 國際貿易的理解 然後 心裡面才慢慢的把這個藍圖畫出來 每次我跟我的投資人在溝通的時候 除了講我過去的經驗 也講我未來的計劃 那慢慢的就是越來越多人信任加上 團隊都這麼優秀也爭氣 慢慢的成績做出來 好那就 那就路就越走越順道吃甘蔗啦 我是創業暴走王喬瑟夫 那我們的頻道可以在podcast 在YouTube 在FB 都可以看到那希望大家能夠來 踴躍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